大家好 本港 启德郵輪碼頭發生工業意外 四幅鋼杈落下來了 一個男保安受傷送員 乘下來的四幅鋼杈 每幅大約2米乘4米 事发之后被警方围封调查 警方昨晚大约11点半接报 说码头四幅钢杂 怀疑突然塌下来 压倒了一个51岁的南保安员 救护员到长江半清醒事主 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警方初步调查相信 南保安和同事尝试移动倾斜的钢杂 期间钢杂塌下来 案件列作工业意外更进 随着役后覆尝 机场出入境旅客人数上升 机场保安部门进行跨部门演习 加强人员处理不同场景的应变能力 演习由机管局主办 无意大批旅客滞满登机柜台 有人鼓吵 机场保安应变部队到场 有人开始大喊大叫 警方到场驱散阻碍其他乘客的人 一个男人拿着打火机企图点火 机场怀疑有炸弹 人员手术怀疑区域 又出动保安犬小组 期间发现可疑的母人看管行李 保安人员迅速封锁现场 疏散人群 警方爆炸品处理货奉照到场 派出遥控拆弹车 即场引爆可疑物品 穿保护衣的炸弹处理主任检查 和带走物品 一个乘客被劫持 机场突警到场 制服疑犯 演习一共有100人参与 分别来自机场保安部门 机场警区 爆炸品处理货等 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同事处理突发事成的反应 为了和各个机场持份者有相关的协调和沟通能力 目前香港的恐习威胁级别仍然维持中道 是指有受集的可能性 但是没有具体的情报显示香港可能成为袭击的目标 不过当然我们都要时刻保持警觉 今次的演习在机场的中场客运囊进行 因为疫情这里已经停运了三年半 由于即将重开 机场保安部门希望 演习可以令人员重新适应这里的环境 无线电视记者张明欣报导 尖沙咀有七人私家车失事 撞石膊之后全车反转 四个人惺上 涉事的车横俄两条行车路 车身多处严重损毁 车胎飞退在地下 司机检查车辆损毁程度 并且执回跌出马路的物件 警方说意外凌晨近四点钟发生 七人车员工主导往尖沙咀方向行驶 在外互动物协会九龙中心对开失控 撞向路边 左边的路薄之后 四轮潮天无烟 男司机和两男一女的乘客自行排出车厢 他们手脚拆相拒绝送人 警方西九龙总区打击非法改装车辆行动 两个礼拜发现16部私家车和一部电单车 涉嫌违反相关法例 根据10日至23日期间 警方在区内车辆序脚地点主动截查改装车辆 向11个私家车车主发出欠妥车辆报告 涉事车被拖往九龙湾汽车扣留中心 以便进一步检验 警方并且在西九龙快速公路 与西九龙走廊等公路巡邏 重点打击非法赛车和潮重 港铁将军澳线有列车两卡车身被涂压 港铁说已报警 而小豪湾车厂上周也有列车租到涂压 有立法会议员担心车厂有保安漏洞 影响行车安全 网上社交平台早早开始 有多个账户发贴文 说在港铁张军澳站月台 见到列车有涂压 港铁说早早大约九点 职员发现这一列列列车 第二至第三卡车身被涂压 安排驶回去张军澳车厂 进一步调查并且报警 港铁都确认上个星期一晚 小豪湾车厂也有一列列车 租到涂压 也都已经交给警方跟进 港铁列车过往也都曾经被涂压 在2017年 有外籍人士上载 维而潜入九龙湾和柴湾车厂 在列车车身喷漆的片段 第二年也都有人上载片段 展示维而涂压东铁线列车的过程 曾经做过港铁的立法会议员张军宇说 港铁当年曾经调查 每宗涂压案件 找出车厂的保安漏洞 并且提升硬件规格和加强人手巡邏 不排除市隔多年 有人再突破新流动 其实这些不外乎 要么就遣过一些高位 一些围场的位置 找一些本身的CCTV 未必能够遮到的一些位置 另外就是 其实会不会是 本身有机会在车厂出入的时候 利用保安上可能看漏了 或者是跟着一些工作队这样运进去 无论是破坏车 令到车可能到了要服务的时间 其实里面出现了一些故障 即是用不了 或者是破坏一些基建设施 即是无论是供电系统 或者是路轨系统 其实这些系统其实在车厂里面 都有大量的一些设备存在 如果是真是被一些有心破坏的人 做这件事 其实对我们整个铁路的營运 和服务的安全 是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风险 他建议港铁采用更多的科技 例如引入机械人协助巡邏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不道 北京近日首次在非凡望时段 利用城市铁路交通云送快递 是内地首个采用这种运送方式的城市 当地邮政部门说 新方法除了减少配送时间 也有助缓交通制服 首都北京常驻人口超过2000万 每日收集大约1500万件快递 一般用货车运送 但因为市内交通繁忙 送带的时候难免有延误 当地邮政部门近日就试行在非凡望时段 分别经两条地铁线运送快递 是内地第一个利用城市轨道交通 运送快递的城市 为了减少对乘客的影响 快递使用的推车是按交通部门要求特制 能够平稳进出升降机和列车车箱 列车和车站设施也都无需改装 至于安检方面也都有特别安排 入政部门又说 以铁路取代货车运送 有助缓解市内交通制濕的情况 同时也可以减少碳排放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道 明报社评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宣布亚运会开幕前几天 特地去了一次移乌商贸城 公开透露的信息 只有他在移乌批发市场说的一句说话 移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除了显示关心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之外 还对新的辉煌赋予新的内涵 就是要朝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移乌的成功 还要示范圆域经济模式的成功 移乌今后的发展 如何体现高质量发展模式值得关注 声道日报写论 美国总统拜登 今个星期需要面对共和党两场猛烈的追击 日是在共和党保守派的阻撓之下 国会有可能无法在今个星期通过 十月开始的新财政年度撥款法案 意味不少政府部门 将会在星期日开始被迫关门 而就是众议院在星期四举行弹劾拜登调查的第一场聆讯 将会传召证人指控拜登家族贪腐 拜登声言为了捍卫美国的民主而争取连任 然而他的参选加剧共和党猛攻政府 意图重挫拜登的声望 而且他以超高龄参选 亦都加深选民对老人政治的不满 丑民同官司以及政党恶斗 只怕会令选民对美国的民主更感到无奈和质疑 港队在亚运首个赛日 一共奪得两金五铜 包括张家朗在南紫花剑奪任 正在杭州的行政长官李家超 去到亚运会不同场馆观看赛事为港队打气 他对香港运动员拿到两金五铜的成绩感到振奋 李家超亦都和劍击队员和教练等见面 他恭喜张家朗奪金 感谢对方为港队增光 并且赞扬他们有团队和体育精神 张家朗在分组赛全胜晋级 16强和8强都兴取对手 直到4强面对真正挑战 迎战日本的夫根崇玉 落后过12比14 但张家朗连拿3分 反胜15比14入决赛 同中国的陈海威赞冠军 张家朗全程令对手没有还击之力 结果大胜15比2 夺得剑击港队史上首面亚运金牌 也是张家朗第一次在亚运夺金 而蔡俊燕在4强以9比15不敌陈海威 不切贵军战之下拿到铜牌 江文怀就在女子重剑4强 以11比15输给南韩的宋世罗 同样不切贵军战 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 而游泳代表何思培就连扎两桶 先在非主红50米蛙泳游出30秒36 落后金牌得主中国的唐前亭0.4秒 拿到铜牌 之后再火柏郑利梅 谭海林和欧凯淳 在4成100位自由泳接力 再夺一面铜牌 而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赛 港队的陈瑞峻在太极拳 拿到9.746分 太极剑也得到9.730分 总成绩合计19.476分 虽然不敌国家队的同心和文来选手 但仍然以0.02分力压菲律宾选手 拿到铜牌 无线电视记者王志显达到 日到中华力警时间 湖南幸阳市协助村民农闲的时候继续有收入 近年发展乡村厂房 实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湖南衡阳其东远这间厂房 工人正是港制私往欧美的秀猎乞 负责人说 19年被当地推动乡村厂房的政策 吸引回乡创业 先后创办了三间企业 创造了近200个职位 因为家里的房租比较便宜 成本比较低 人工还是蛮多的 他们在家里相对来就会比较稳定 然后我们有一定的订单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样发展是挺好的 当局透过提供专行奖保资金 又将限制资产改建成厂房等等 吸引企业落户 亦都令村民可以农忙下地务农 农闲在家务工 有村民说 在乡村厂房做事 可以减轻外出打工丈夫的负担 分担家庭经济压力 每个月收入大概在三千块钱左右了 感觉在家里上班 把孩子和老人一起照顾了 这样也挺好的 现时衡阳各个乡镇合共有过千间乡村厂房 带动四万多个附近村民就业 无线电视记者冯卿会报导 有台湾青年在南京开中医诊所 并且为当地读书的港台毕业生提供工作机会 南京这间中医诊所是台湾青年 谢允超四年前开办 他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 之后考取執业资格 但当初他在大学是读土木工程 之所以对中医产生兴趣 原来是与杂母有关 因为我从小对运动比较有兴趣 练了大概十一个月的泳村 我们的力量送出去的时候 进到送出去的时候 才能够很好的用一个立腺的方式 把这个重量跟速度寸进给传订出去 现在他仍然不断学习 增进对中医的理解 并吸纳母校的台湾和香港学生 去到诊所工作 装大团队将中医传承下去 无线电视记者彭建华报道 河北张家后四屈苑 有六十岁绘画外号者 四年来走遍圆内二百多条村庄 以钢笔作画记录家乡古籍的历史 一起欣赏一下钢笔画的魅力 一幅幅黑白画作 描绘出河北屈苑古建筑的美 看真一点是用钢笔绘制 作画的马英强 2019年以来已经创作了六百多幅钢笔画 他说相比水彩画 钢笔画的表现力丰富 黑白视角冲击强烈 更加适合古建筑画作 这幅作品是我今年二份创作的 因为当时下了学以后 我觉得这个南安斯塔 在学的印象下它特别的美 南安斯塔它是雨县最古老的一个建筑 它是一个专结构的实心塔 南安斯塔对雨县来说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符号 除了南安紫塔 屈苑还存有古堡 妙语 汽楼 民居等的古建筑群 马英强希望用画笔 记录下家乡历史和回忆 江校的每一处土地 每一处康备的月落 每一座部门 每一处康处墙 甚至是每一个看似不知眼的门槛 都用下了一个故事 我希望用我的眼 我的画笔真实的记录 更多的历史和回忆 让后代更加了解我们的家乡 它也都将作品展示在自己的古董铺 比更加多的人了解屈苑的历史 无线电视记者陈雨桥报导 这是中华日境报导人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开始第一集 和大家跟下外围消息 上周五美国股市下跌 三项主要指数连跌第四天 如果看看有何焦点 包括导致收跌106点 标指跌9点 今周大家要留意 美国消费相关数据 包括整屋代完成销售 资格钢副经历指数等 看看港股今早低开10点 暂时报在17971点 密跌幅很快 国大到81点 分行指数全线下跌 总成交23亿多 跌2.5点 跌幅1.5点 六四十位 小鹏汽车跌1.15 美团跌1.7 平保跌3毫 另外一只两倍杠杠跟踪科指的ETF 暂时跟科指跌 跌2.2倍 比科指跌多一倍 因为是一只有杠杠的ETF 另外京东集团 暂时跌2% 跌117.9 看看科指 现在跌44点 报在3946点 跟进地产股 按揭证券公司放宽楼花 以至燃楼看齊 当中价格1000万或以下合资格楼花物业 最高按保乘数可达九成 另外刚刚过去周末 是按揭乘数放宽后首个周末 不过二手楼成交未见起息 南丑屋院交头甚至一年多以来最淡值 看下今早地产股 开出来都是偏远格局 长实和新世界发展都要跌超过百分之一 新鸿基地产偏远 跌四毫半指 恒基地产跌一号 恒隆地产跌一号 今天焦点留意着华为概念股 今天会举行秋季发布会 重点是会推出一些新旗纜产品 而且今天也是轮值董事长曼晚舟回国两周年 暂时头两三只和华为相关概念股 中心股价可以向好升百分之1.6 中兴通信略为偏远 密跌百分之0.8 长飞光尖光南升百分之1.6 留意苹果公司相关消息 据报他们计划扩大印度产值超过五倍 将当地产值扩大至400亿美元 至于苹果概念股 可以留意着信与光学和瑞星科技 两只都靠稳 暂时信与光学升百分之1.2 报在58.2 瑞星科技升百分之0.4 报在13.46 内房股或相关地产行业继续有消息 有内地媒体引述国统局早前官员表示 内地楼市供应过程 再大力发展内房并不明智 房地产商需要尽早转型 留意各别房企也有消息 包括中国恒大说 因应旗下恒大地产被立案调查 所以无法满足新票据发行的资格 大家关注会否影响债务重组的进程 恒大今早移动跌1.3 落至47,000水平 恒大其他股份也要下跌 民企内房碧桂月暂时跌0.9 西贸集团跌3.4 至于国企背景中海外发展跌1.3 另外民企内房另一个龙头 龙湖集团跌3.4 落至14.68 还有其他消息股 安港董事长兼执党辞任 股价暂时跌1.1 中里国际计划出售军都字业全部股权 股价向好升1.23 华能国电发行中期票据 另外华能国电发行中期票据 集资20亿人民币 股价暂时跌1.1 股价暂时跌1.1 中国生物制约和国后合影公司 以28亿投得新加坡住宅顿目 股价暂时跌1.1 协商和解 股价暂时跌6.5% 这一集的开始,第一期报道完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肖委会早前说电脑系统被黑客入侵 目前大部分服务已恢复 亦发出超过25,000个通知 比可能受影响的人士 但有部分人仍未能通知 这些方法已经修复回 唯一就是我们投诉的处理 可能会有些少认误 原因就是当我们找回 一些狗的记录 如果万一在系统还未修复完 可能会有些认误 但其他服务 譬如打电话进来 去做查询 或者网上的格格服务 我们已经回复了 启德邮轮码头发生工业意外 四幅钢杂倒塌 一个男保安手伤送丸 倒下来的四幅钢杂 每幅大约2米×4米 事发后被警方围封调查 警方昨晚大约11点半接报 说码头四幅钢杂 怀疑突然倒塌 压伤一个51岁的男保安 救护员到场将半清醒的事主 送去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警方初步调查相信 男保安和同事尝试移动倾斜的钢杂 期间钢杂塌下来 案件列作工业意外跟进 西九龙港铁商场圆芳 两个男工人在地底设施工作的时候 怀疑吸入沼气昏迷 送院之后死亡 有家属说工人员定在星期六 挨曼收工 不过整晚都失去联络 去到昨天早上才联络到雇主揭发事故 有工人权益组织应用 事件非常之离谱 港铁同承办商等向家属各发放 30万现金营及 两个怀疑混在地底一晚 分别61岁和63岁的男工人 送到伊丽莎白医院的时候昏迷 家属亦都说到急证室 两个事主为港铁跟换商场 圆芳冷气系统的海水冷却喉管 家属说两个人 星期六早上8点上班 原定下午5点下班 但整晚都没回家 失去联络 直到星期日的早上6点多 家属才联络到雇主 雇主回到地盘才知道出事 早上7点半报警 我老师在这里做了十几年 帮这个老师做 一直都做渠务 这些工作 这些情况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的 没有理由 你两个人在下面开工 这些上面没有人在看的 这些收工没有人回都不知道 为什么呢 就是收工你出门都应该有记录的 少了两个人出门 为什么这些责任是找谁来付呢 没有人认识 也没有人联络我们 难听些说 如果不是今天另外那位 邵氏的家人 打电话给个盘头的老闆 我都不知道我老爸出了事 我今天还约了他 打算找他去认识 喝过茶 不想约了他 我想知道发生什么事 现场消息说 事发的位置是一条200米长 闊5米高5米的地下管道 消防人在距离地面 大概6米深的位置 发现两人 用了大概一个小时 将他们送回到地面 事发的位置是属于港铁的管理范围 但是救援的时候 消防都要经过西九文化区 这个地盘才可以进入去 有工人权益组织就批评 雇主涉嫌忽视工人安全 港铁说高度关注事件并感到难过 亦都已经慰问死者家属 亦都会全面配合政府调查 母线电视记者陈思玲不道 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 对于有工有在意外中生故感到十分难过 并且对家属自野心切慰问 处方在意外之后 已经即时派人去到现场调查 将会向有关承建商 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 暂停承建商在这个冷却管道内 进行任何的工作 又说会全速调查以确定意外成因 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 以及提出改善的措施 如果有违例事项 会依法处理 有建造业安全顾问怀疑 今次的事故是有人没有跟从 规管密闭空间工程的法例要求 例如是安排人手在外面监察 工业上不少工作在密闭空间 例如地底或管道内进行 法例定明进入这些密闭空间的工人 必须持有认可工作资格证明 进入场地前也需经合资格人士作风险评估 场地必须有足够通风 并持续监测空气是否安全 工人要遗上安全承索和警报器 管道外也必须有人随时提供支援 另外在密闭空间里也规定 法例规定就是要有一个人看着他 没什么理由出现一种情况 进去又没有人知道 一个密闭空间是应该严密监控 他要试过去做完刚才所说的所有测试 有人签了一张工作许可证 工人才可以进去 所以是不存在 如果你正在走这个制度 不存在你不知道在里面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今天这个事故 会不会在这方面没有跟着法例要求呢? 有管线专家就怀疑 可能是管道内有污水泄漏 导致沼气积聚 如果管道本身未开放被污水用的话 可能会有其他地方流入来 即是附近的管道可能有破旋 然后就是经过一些破损的位置 进入管道 而你的管道是密闭空间 空气不流通之下就会积聚 管道这么大的话 它的气体的流动是需要非常大的 那它就已经有点像一个隧道 因为五米城 基本上是隧道的尺碼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它的吹风系统应该是非常大的 令到下面有足够的通风 他又说地底工作人员必须戴被毒气标 一旦偵測到龙道超标 要立即撤离 无线电视记者蓝豪杰报道 案欠证券公司放宽楼花案欠保险乘数之后 第一个周末一手成交增加 二手楼的成交就未见起色 蓝炒屋苑的交头是一年多以来最淡静 案情公司上周宣布放宽楼花案保的准则 去到与现楼看齐 当中价格一千万或以下的合资格 楼花物业最高案保乘数可以达到九成 但主要代理所录 南厂屋苑成交近乎冰封 是超过一年来最差 市场劈价或涉养成交仍然不断 荔枝国美肤新村520呎中高层楼房户 5月轿价650万元放盘 业主见市况转弱 致行降价41万 最终以609万元沽出 青衣豪径湾三房户 造价跌穿900万 666呎高层户业主去年 叫价1,228万元放盘 累减334万 去到近894万元逆手 将军奥日出康城Marini 380呎高层一房户 以586万元转手 属同类单位新低价 实用面积价15421元 原业主持货四年 账面欠大约20万 近期有新盘以低价开售的油塘区 同区的二手楼造价显著受压 海澳湾一个星期内再陆涉养成交 262呎高层一房户 以价52万 去到468万元逆手 原业主持货近四年半 账面欠过百万 未保价二手居屋亦要减价出货 沙田余田园548呎高层三房户 叫价530万元放盘 共减三口价以442万元沽出 实用面积尺价大约8066元 张冠浩欣宜花圆555呎高层套三房单位 原业主移民之后授权香港的亲人 在未保价第二市场以550万元放售 最终减价39万后 获陆表客以511万元承接 据代理统计今个月头21日 二手居屋注册有183宗 较上个月同期少大约1成8 推算全月注册不够300宗 可能是一年半以来再跌穿300宗 代理说市场预计楼价调整未完 官网气氛相当浓厚 即使案证公司放宽案保 亦无助提升入市意欲 部分买家官网下个月的施政报告 有否更有效的减压措施 预计短期二手交投相当胶着 相对之下受月内首个全新盘开售带动 侧每一手成交倍增至大约55宗 成交主要来自路径地产和深圳控股的屯门海和山 首批158伙最终卖出33伙 同区由长实和新地发展的飞扬一期 周日尽推70伙的货尾 不知卖出2伙 有代理说案保承受放宽 不会令发展商部署大变 预计全月新盘成交最多500宗 较上去月的过千宗显著下跌 无线电视记者绿子旗不道 国家统计局有前官员表示 内地楼市现时供应过程 再大力发展内房并不明智 房地产商必须要尽早转型 中新社官方微博引述 获统局院副局长何鏗 在2023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大会说 楼市现时供应过程 各专家估算的空置房屋数字相差很大 最极端的估算是空置房屋可以给30亿人住 他个人认为估算有些过度 不过14亿人口的确是有可能住不完 发展商也都卖不完 所以房企必须要转型 早转型早主动 评级机构目的上星期 因应内房债务不断增加 令房企陷入困境 而调整一些国企和央企内房商的评级展望 由稳定降至负面